嗨大家好我是小碧 PPS在4月要發售的就是兩款新的EPM家族的彈甲 第一支就是我手上這個 SR25 A1G 專用的 所謂的無聲彈甲 第二款就是所謂G36 專用的無聲彈甲 這個彈甲一樣保有EPM家族的特色 格紋的抓握 標示點 還有握測設計的支撐點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他試射的表現是如何 那我手上是一個就是有十年之久的 AMK的SR25的 變動槍 那我們來看一下設計的表現如何 翻發 好那我們看連發 在我們做完戶外的測試之後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 這次這個SR25 A1G的 彈甲有什麼特別的 OK 那在 槍款的款式上 就是 可以搭配的 那 以這個規格來看 像 AMK CA GMP 還有 GMG的 SR25的 電動槍 還有 還有一個精英 就是 應該是都可以通用的 那另外呢 在 除了F25外呢 就是 G36 也出了一個對應的 機片外 那 比較 不一樣的是呢 就是 他多了一個 就是 填彈滿彈的時候的一個標示 除此之外 就是抓握的格紋點 那個彈夾 主機的標示點 還有射擊的 支撐點 他一樣沒有少 OK 那 其實我對G36是沒有那麼的 就是 不是我的猜 可是 抓上去之後 我覺得 就是 蠻耳目一新的 那希望這次的介紹大家會喜歡 謝謝